哈喽大家好,没错我又来了,我也不想一晚上连续干三个视频的,但是这水母盾实在是太离谱了 本次更新后,水母盾的战绩公民愤怒得到了史诗级的buff 可以在释放战绩之后把盾背在背上甚至换下去,增伤buff依旧存在 我简单瞧瞧瞧表呢,大概能存在30秒左右 这次buff不仅对亵渎圣剑之类的近战流派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同样对法术流派影响深远 各位知道,在前几个版本中,依靠副手丧尸杖白嫖增伤的黑夜灰星流派一度风光无限 但是很快被大幅buff了伤害的轴心反超 说到这里,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 如果我们在开战时上共鸣愤怒然后切换丧尸杖 可以等于让黑夜灰星吃到两次增伤 具体效果不说了,各位看演示吧 同理,这种打法对同样可以依靠圣影机来进行增伤的 诸如像巨人火焰,古龙,龙翔能,祷告流派同样使用 各位自行更换护服和技能即可 好了,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留下关注三连,我们下期再见吧